好,我们开始讲多元函数的倍积分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多元函数 首先我们看一下多元函数 我们讲在这一节里面 我们讲多元函数 它们的一些极限连续性 那么跟我们一元函数一样 多元函数的定义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解释 没有特别的多的内容 我们先看二元函数 二元函数写英文 functions true variables function就是二元函数 实际上是平面上的一个 平面上的一个集合到实数的一个映射 或者是一种对应关系 平面上的一个集合到实数上的一个关系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写成F 它可以对应着一个实数 它可以对应着一个实数 这个有个对应关系 这个叫F 那么有时候 那这种我们经常写成 Z等于F 这是二元函数 那是平面上的一个集合到 到R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我们这个集合我们叫做定义域 叫做这个函数的定义域 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不 我们不特别指定这个函数的定义域 我们只是看什么时候 我们并不 specify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并不特别指定它的Domain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的Domain Domain就是我们使得F X有定义的地方 就是F 使得F有意义的地方 例如说我们去根号 那么根号下面不能为复数 这个是 这是我们Domain的定义 那么还有一个range range就是所有的Z的值 或者是Fxy 所有的Fxy的值 这是二元函数的定义 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定义三元函数 那我们通常写成W等于Fxy 那么同样的话 它的定义域 它的Domain是在一个空间的 三维空间中的一个几何体里面 它的range也是所有的W的值 这是二元函数三元函数的定义 那这里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可以讲的 那么二元函数和三元函数 它们也有些 我们可以定义它们的极限 那极限的定义 那极限的定义 那我们是定义这个Limiter 那我们是定义这个Limiter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定义 对所有的 这个读起来比较拗口 对所有的ε大于0 存在一个Δ大于0 使得 这两点之间的距离 我们知道 在平面中间 两点之间的距离 x0y0 这是x y 它两点之间的距离 就是用根号两个坐标 相减的平方再加起来 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距离 小于Delta的时候 这个fxy-L 小于ε 这个不等式乘1 然后我们就说它的 然后我们就说fxy的Limiter 它的极限是L 当xy去近x0y0的时候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那这个读起来比较拗口 但是我们要知道 看这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 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不等式 说明的是什么呢 就是x y 它趋近x0和y0的方式 是任意的 的方式 有五起凶多个 它有五起凶多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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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注意到什么 这个要注意到什么 因为这是x0y0 那么这个不等式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圆 也就是说xy只要在这个圆内 xy只要在这个小的圆内 那么这个不等式始终是成立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不是趋近这一点吗 那么我们趋近的方式 可以有很多很多种 例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子趋近 可以这样子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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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是这样子 这样子来趋近 所以说我们xy趋近 x0y0的方式有五起凶多种 在这五起凶多种里面 任何一种方式它趋近 这个x0y0的时候 它的这个值都会小于ε 这跟我们一元函数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回顾一下一元函数 它x趋近x0的方式 它只有两种 所以左边和右边 那么在二元函数 它可以趋近趋近这一点的 方式有无穷多个 那我们在这无穷多个里面 我们都要求它的limiter是同一个 所以在二元函数里面 我们通常看到的是 我们怎么样证明它的极限 但是不存在 那么 就像我们一元函数一样 证明它极限不存在 只要左边极限不等于 右边极限 那就是极限不存在 但是要证明极限存在 这就比较麻烦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证明极限存在 我们能够用的方式不多 通常是要不就是使用这个定义 要不就是把它划成一元函数来算 方式很少 那我们先看一下极限不存在的一种 嗯 一种证明啊 一种证明啊 unprove 那么是xy 去近0 0 这是xy x平方 加上y平方 不存在 那证明极限不存在 那我们只要选两种不同的方向 它得到的极限不一样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已经证明完了 啊 因为我们趋近的方式 在我们在所有的趋近的方式里面 我们只要证明 要使得它们的极限都是同一个 所以我们只要 只要证明极限不存在 啊 那我们就 只需要证明它两个 方向 不同的方向 它的极限不一样 那我们选两个不同的方向 第一个是 y 例如说我们令 y等于0 而x去近0 y等于0 x去近0 那么xy 去近0 0 y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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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分子等于0 而分母等于x平方 所以这个是等于0的 在这个方向上 相当于是一元函数了吧 那么 那么第二个 我们选第二个方向 例如说 y等于x 而x去近0 那我们得到的是 x y 去近0 0 这是y等于x的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x乘上x x平方 这是x平方 加上x平方 所以等于二分之一 所以两个极限不不相等啊 所以这个 不存在 x y除以x平方 加上y平方 这个不存在 但要证明极限存在 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 那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证明极限存在 我们求 求这个极限 x y趋近于 0 0 3xy除以x 那我们看一下 x y 趋近于 0 0 那xy都趋近于0 那么3xy也是趋近于0 x也是趋近于0 那我们不管怎么样变 分子分母都是趋近于0 那我们 好 那我们怎么样变呢 这是3xy 我们把分母也写成xy y 就在分母里面乘上一个y 那么在分子里面还要乘上一个y 那这样的话 我们给它xy去近01吧 02 换一换 y去近2 这样的话它才不会是0 那我们看一下 x去近0的时候 那么xy也是去近0 那我们还记得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极限 3x除以x 当x去近0的时候 这个limit是1 所以我们把分子分母 把3A里面的 3A这个括号里面的和分母 变成都变成一样 括号里面都变成一样 那我们运用这个1元函数的极限 那3xy xy去近0的时候 那相当于是我们 在xy 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 那么就相当于3Au 除以u 但u去近0 那么再乘上y 那么y去近2 所以这个是2 所以这个是2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limit y去近2 这是y 好 这是u去近0 把u当成是xy 这是3u除1u 所以这个字等于2 这是利用1元函数的这个 1元函数的这个极限来求 那我们还有 还有一些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 可能需要 要证明它的极限 是存在的 xy去近0 那这个分母是3倍x平方y 分子是x平方加上y平方 如果它存在的话 那我们稍微看一看 分子是x 相当于是x平方再乘上 x平方再乘上一个y 那也就是说他们 去近0 差不多就是 它是x 相当于是x平方的无穷小 因为y也去近0 所以它比 它是x平方的高阶 高阶无穷小 那么y x平方乘上y和y平方比呢 好像是 好像是这里还会 还会 还会还差一点 但是我们 首先对着x来看 它应该是去近0 我们可以试试看 它 我们可以猜想它的 它的极限是0 我们可以猜想它的极限是0 然后我们用定义去证明 为什么呢 然后用定义去证明 用定义我们是怎么样证明呢 我们在1元函数里我们知道 我们要证明它的极限是0的话 我们要先从这个不等式出发 我们对所有的ε大于0 我们这个小于ε 那 意味着3倍x平方y除以x平方 加上y平方 这个 要小于ε 那小于ε 那我们把 分 我们把左边的变大一点 都写 如果我们左边变大一点 也小于ε的话 那我们 那我们 左边肯定小于ε 那我们 考虑 我们可以考虑这样子 3倍x平方y除以x平方 那就左边变大了嘛 3x平方y 这是x平方 加上y平方 这个小于3倍x平方y除以x平方 因为我们把分母变小 变小 那么整个分式就变大 这是等于 3倍的y的决定值 如果 好 这个实际上是3倍的 3倍的更好小y平方 因为我们 用定义的话 这应该是x-0的平方 y-0的平方 开根号 那么这个 3倍的根号y平方 它肯定小于3倍的根号下 x平方加y平方 那么 那么如果这个式子小于ε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根号下x平方加上y平方 小于3分子ε 如果这个小于3分子ε 那么我们肯定这个这边 3倍要小于ε 也一比 因为这个3倍的根号下 这个小于ε 那么 3倍的根号下y平方也小于ε 而3倍的根号y平方又大于它 所以它肯定是 原式肯定是小于ε 所以我们去 delta等于3分子ε 那么 当根号下x平方加上y平方小于delta的时候 这个3倍的x平方y 除以x平方加y平方 这肯定小于ε 也就是说 我们的做法是 我们只要找到delta 使得这个不等是成立 那我们的极限就 极限就求出来了 极限的这个证明就证明出来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limit xy 趋近 0 0 3x平方y 除以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0 这是用极限的定义去证明 这比 就是在多元函数的极限 它就比较麻烦一点 不像我们一元函数的极限有那么多种求法 在对多元函数的极限来说 我们能用的方式不多 除非 除了用定义 那么就是要不就是换成一元函数来算 那么有了极限 那我们就有它的连续性 连续性 如果说我们 那我们的定义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xy 如果趋近于 x0 y0 fxy 在这一点的极限值等于它的函数值 那我们就说 fxy 是continuous at x0 y0 这个点 那我们就说 在这个点 它是 连续的 那么我们如果函数在某个区域上 连续 如果fxy 在整个区域上 在整个区域上的每一个点 那我们就说 fxy 它的定义是fxy 它的定义是fxy continuous at every point 在地上每一个点 它都是连续的 那我们就说 它说它是这个区域地上的连续函数 那么连续函数 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 跟我们医院函数一样 有一些性质 如果fxy continuous 在一个b的连续上 在一个b的连续上 或者是一个d是r3 r2和r3的定义是一样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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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是一样的 那么就有 它有maximum maximum and minimum maximum and minimum 首先是一个o t 它肯定在这个区域上 它能够得到 达到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这个是最大最小值定义 然后有一个 戒指定义 叫做intermediate 叫做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就是戒指定义 我们 对任何的c 属于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 一定存在一个X0Y0 使得FX0Y0 跟于C 介质定理和最大最小值定理 它都一样 但是我们这要求的一个B等域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 要包含它的边界 这是连续函数的性质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图像 图像就是在二元函数它有图像 XY和FXY所有的这些点 所有的这些点所组成的集合 就是它的图形 那我们可以看 例如说 Z等于X平方加上Y平方 这个我们以前在学曲面的时候 我们已经学到了 这是一个旋转面 像一个碗一样的 像一个碗一样的 Z等于 例如说我们说是X平方 可以算整个整个定义吗 这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碗 如果Z等于根号下X平方加上Y平方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锥面 上半锥面 因为Z是大于0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函数 它的图形 那么图形就是所有的XY和FXY 它们的这样的点 在三维空间中的点的集合 那三圆函数的图像 我们就没法画了 因为需要四维空间去画 三维的图形 所以我们 一般不会讲 要画三圆函数的图形 我们画不出来 这些是我们多元函数的 基本的一些概念